学们大家好,我是播音专业的老师张云杰 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下预言类稿件的播读方法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预言 预言故事是文学作品的一种体材 是带有劝欲或者是讽欲的故事 结构大多简短 主人公可以是人 也可以是动物或者是其他无生物的一些物体 主要是把深刻的道理放在一些很简单的故事当中 也就赋予了一定的现实意义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讲一下预言故事的分类 我们简单的把预言故事分为国内的预言故事和国外的预言故事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国内的预言故事 它多以叙述性的文字为主 人物语言相对较少 例如我们所熟知的守株待兔和夜宫号龙等等这样的一些片幕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国外的预言故事 国外的预言故事则一般是以人物语言为主 和国内的预言故事正好相反 然而除了人物语言以外的旁白部分又相对较少 比如我们所熟知的乌鸦和狐狸 猴吃西瓜等等这样的稿件 所以我们在处理不同类型的预言故事的稿件的时候 就需要注意语言方式的一个区分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下预言故事的表达要点 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把握预言故事的寓意 首先要了解故事的基本内容 也就是说这个预言故事到底说了一件什么事 在故事的最后提炼出故事的道理 第二点就是我们需要用夸张渲染的方法 并且根据不同角色要对声音塑造做出不同的处理 突出它们之间的对比 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乌鸦和狐狸这篇稿件当中 乌鸦的声音我们都知道是非常沙哑并且难听的 而狐狸给我们的一个角色印象呢 使它非常的奸诈并且狡猾 所以它的声音应该是很尖细的 在这方面就要做出一个区分 好 今天呢 我们需要用狼和小羊这一篇历稿来具体的分析一下 在预言故事当中我们的一些播读的方式 好 首先来我们来看一下狼和小羊的这篇稿件 这篇稿件呢 我们主要是要分角色来讲 刚才我们也说了 不同的人物角色要区分不同的音色和语气 那么这篇稿件里面的角色呢 只有两个 那就是狼和小羊 角色的关系呢相对比较简单 首先我们从狼的人物语言开始分析 好 狼的角色特点是什么呢 狼一般给我们的一种印象都是凶狠的 并且很残忍的 所以根据狼这样的角色特征 我们一般默认狼为男性 声音比较低沉并且很粗硬 发音位置比较靠后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狼的语言的第一句 他说 你把我喝的水弄脏了 你安得什么心 这一句人物语言的前面旁白部分说 狼看见小羊在西边喝水 就非常的想吃小羊 于是故意找小羊的茬 所以从一开始就要表现出狼想吃小羊的意图 和狼凶狠的语气和声音 我们一定要注意发音位置是靠后的 还有一个点就是请同学们注意 你把我喝的水弄脏了这句话 狼生气的原因并不是因为 他弄脏的是他喝的水或者是他所吃的别的东西 而是因为弄脏这个动作本身 所以说我们在众阴的处理上 要放在弄脏上 而不是放在水上 所以这一句话 我们的正确的读法应该是 你把我喝的水弄脏了 你安得什么心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狼的语言的第二句话 他说 就算这样吧 你总是个坏家伙 我听说 去年你经常在背地里骂我是不是 这句话呢 我们需要注意四个点 第一个点 本来狼以为 他说完了第一句话找茬的那句话之后 小羊就会乖乖的就范 但是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历稿 狼说完第一句话之后 受到了小羊的反驳 这让狼始料未及 一方面是让狼有点生气 所以他的语气从刚开始的找茬变成了气冲冲的说 第二点 狼说的就算这样吧 是他在没有准备好说辞的情况下说出来的 有一点犹豫 并且他在思考第二次找茬的理由 所以就算这样吧 这句话要特别的注意 他有一个犹豫性的语气的一个处理 第三点 你总是个坏家伙 这句话的众阴位置是在坏家伙 而不是在总是 因为众阴如果在总是上 那么意思就是说 小羊之前好像干过很多坏事 然而今天才被狼逮住 但是如果众阴在坏家伙上 才是狼想要指出小羊在背地里骂他的这个错处 第四点 这句话的结尾是不是这三个字 后面跟着的是个问号 所以说在狼的凶残语气的同时 跟着的是质问的口气 而并不是纯粹的凶神恶煞的怒吼 所以这一点请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综上所述 这一句话 这一句狼的语言 我们正确的读法应该是这样的 就算这样吧 你总是个坏家伙 我听说去年你经常在背地里骂我 是不是 好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狼的语言的第三句话 他的第三句话是这样的 你这个小坏蛋骂我的不是你 就是你老爸 反正都一样 狼在第二次向小羊发难之后 但是小羊又马上又找出了反驳的理由 狼恼羞成怒 所以狼的语气从气冲冲又进一步的升级为 狼不想再争辩了 撕着牙逼近小羊大声喊道 三句话的音色虽然是没有变化的 但是他的情感却是逐渐递进的 所以说综上所述 我们狼的语言的第三句话的正确读法应该是 你这个小坏蛋骂我的不是你 就是你老爸 反正都一样 说完了狼的人物语言 我们再来说一下小羊的声音色彩 好 小羊的这么一个角色 给我们的心里的感觉一般是温柔善良可爱的 然而根据羊这样的角色特征 我们一般默认为羊是一个女性的这么一个角色 并且在文稿当中曾经提到 去年我还没有出生呢 所以它是一只小羊羔 我们就默认为是小女孩的这么一个角色 小朋友说话的声音呢 较为尖细 声调比较高 发音位置比较靠前 语速呢相对也就较慢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羊的语言的第一句 他说 亲爱的狼先生 我怎么会把您喝的水给弄脏呢 您在上游 水是从您那儿流到我这儿来的 不是从我这儿流到您那儿去的 狼在向小羊提出 他弄脏了喝的水之后 小羊看见了自己的天敌 所以小羊吃了一惊 但是依照小羊自己的性格 依然很温和的进行解释 请注意 羊的叫声我们都知道是带一个颤音的 它的叫声是 所以我们在读小羊的语言的时候 也可以略带颤音 让音色更加接近小羊的人物角色特点 所以说这一句话 我们正确的读法应该是 亲爱的狼先生 我怎么会把您喝的水给弄脏呢 您在上游 水是从您那儿流到我这儿来的 不是从我这儿流到您那儿去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小羊的语言的第二句 他说 啊不可能的 去年我还没出生呢 在贝狼第二次发难之后呢 增加了小羊的恐惧 小羊一开始还可以保持温和 但是现在就只剩下了害怕 所以在他的语言之中 恐惧和颤抖的语气 要加入他的语言当中 所以说这一句话 我们正确的读法应该是 啊不可能的 去年去年我还没出生呢 好 我们的人物语言的部分呢 讲到这里就告一段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一下 除了人物语言之外的旁白的部分 旁白的部分呢 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点 第一是要和人物语言的部分 进行一个基本的音色上的区分 因为人物语言的部分 主要是在化为人物 进入那个人物角色当中 但是旁白主要是叙述 人物语言的发生的过程当中的 它的一个衔接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注意音色上的区分 第二是在人物情绪和讲述感之间 有一个基本的区分 好 因为我们的预言故事呢 主要是讲给小朋友们听的 那么如果语事太过于平时 那么就没有办法吸引小朋友们的注意 所以在稿件的处理上 我们尤其要注意 语事的起伏一定要大 表现呢要夸张 注意一些词汇的渲染 例如飞肠 大吃一惊 气冲冲等等 这些可以表现情绪的这些词 好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我刚才所提到的这几个 可以表现情绪的词的具体的句子 首先第一句 说狼非常想吃小羊 就故意找茬 那么在渲染了这个 应该渲染的词语之后 他的整个一句话的语气 应该是 狼非常想吃小羊 就故意找茬 说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第二句 小羊吃了一惊 温和的说 好 在吃了一惊和温和之间 我们就要有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对比 好 所以说我们这一句话的读法应该是 小羊吃了一惊 温和的说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句话 第三句话呢 是狼气冲冲的说 我们一定要表现出狼生气的 这样一种程度和狼凶狠的口气 所以说这一句话 我们的读法应该是 狼气冲冲的说 一定要表现出狼生气的程度 好 这一篇预言故事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希望能对同学们有一定的帮助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